今天去华润在皇宫新开的望向会 自从开业后,这儿的交通堵得一直水泄不通的 这是华润在沈阳开的第三家望向会 星巴克也入住了 人山人海的,里里外外都是人 好像大家已经完全忘记了疫情的存在 楼梯上上下下全是人 好久没有看到商场这么火爆了 餐饮是最热闹了 有的等位的都超过一百多人了 盛江山自住 当时无愧是万象会的人气之王 这个店属于黑金店 比别的店品质要高 前面还有194座 前台刚才预测说需要等6个小时 我的天哪,不凑热闹了 还是撤退吧 地下一层的小吃店就更多了 好就好在不用等位呀 找到一家口碑不错的面馆 刚才买了点软大里吉和茄子盒 正好等面的时候当领主吃 他家的汤面和拌面都挺经典的 小菜看上去也挺有特色的 10块钱一份 爆汁妙是他们家人气最好 点了一个香菜牛肉拌面 这个就是他家最有人气的爆汁妙 拿筷子没有 半天没看到,没找到筷子 拉一下 来个字的 看上去像面筋做的 辣椒油和芝麻酱调出来的 面要超级吸汁 一咬就爆汁,口感非常特别 最有人气的大师葱油拌面 里面有糖薯蛋还有大虾 招牌的香菜牛肉拌面 面板比人脸都大 看着特别有冲击力 两面再加一份小菜 一共花了50多块钱 量给的挺大,估计都吃不了 桌上还有各种免费的辣椒酱 一会儿放点借个味儿 面都拌好了 我先尝一下最贵的香菜牛肉拌面 面的牛肉味儿挺浓 有点四川的香辣味儿 配上大片的牛肉和香菜 吃起来味道特别浓郁 回味无穷啊 少放啊,少放啊 都放一点儿酒 再配点辣椒油 有点吃穿便的感觉 牛肉给的也挺多 数一数至少的五六片吧 再尝一尝葱油面 虾还挺大 和糖香味儿 再尝一尝葱油面 虾还挺大 和糖香蛋搭配在一起 有点日式辣面的感觉 因为桌上的辣酱看着很精致 忍不住放了一大勺 结果辣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面条还是很有嚼劲的 也是特别的香 口感还是挺好的 下次再点点汤面尝尝 谢谢大家